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范秀遥 为了照顾生残者的就业权利 让他们有稳定的工作机会 新北市劳工只近年来的积极的设置披护工厂 而今天上午淡水第一间披护工厂 正式成立由伊甸基金会办理的小羊毛披护工厂 相当特别主打金工及羊毛毡等手工艺文创商品 透过镜头带您来看看热闹的开幕仪式 在新北市秘书长、劳工局长、议员 部局长的见证之下 今天上午新北市第一家文创庇护工厂正式在战水开幕 由伊甸基金会办理的小羊毛庇护工厂 主打金工饰品以及羊毛毡的手工艺品 希望透过文创的商品负债价值 让这些生长朋友们开创更多的可能 它的特别处是我们颠覆过去 大家对匹护工厂比较工厂化的想法 我们把精致的精工作品跟羊毛毡的 这样的一个文创商品 跟我们的匹护工厂结合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分时分段 用他能够的力量持续性的来去拓展 这样新的一个文创的匹护工厂的商品 很多生姻大朋友都有很好的手作的才艺 只是平常可能都是所谓的像个体户 都是自己一个人单独的在一些活动 或者是去一些庙会等等 在做一些自己自行创业就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是觉得说怎么样去架一个平台 能够让社会上更多有爱心的人 企业能够看见他们 进而能够愿意使用他们的产品 伊甸基金会表示 以往庇护工厂都是清洁或烘焙等劳力秘籍的工作 薪资也相对较低 卿会长期有在进行羊毛毡的教学工作 而进转型成产业 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多给这些生脏朋友们一个机会 毕竟能够让我们需要关心的小朋友 能有更多就业的机会 让他们的工作能够提升他们家庭的一个温馨 那我们皮肤工厂我们会支持的 希望它一直一直的往上提升 可以来这儿给他们就业 做一些东西 这社会哭哭去 所以今天这很有意义 我们也希望带来我们丹水地区的 可以帮这些活动 对我们地区也很好 感谢我们伊甸基金会也做成事很好 我们也来做一个创作 那当然目前呢 这个壁虎工厂还有两个职缺 也欢迎我们淡水区的民众来做一个参与 那当然它有一些文创的商品 那我们公所这边也会协助来做一个行销 希望让我们壁虎工厂能够走得长长久久 也请大家给他们支持 无论是色彩缤纷的羊毛毡 又或者是精美的进攻饰品 伸张朋友精巧的手艺让人惊艳 将来这里除了展示之外 也会有DIY的教学活动 而师傅也欢迎民众可以多到这里来走走 给他们更多的支持与鼓励 记得撑播为淡水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